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3月7日消息 记者一番报道,连续几年以来,基地的榴莲每年都有挂舞 因为看重榴莲消费的广阔市场 这几年来,我在基地里又陆续扩种了200亩榴莲 3月7日,来自海南宝庭华盛红毛丹种植基地的种植户于先生 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道 扩种的榴莲树已经开花,榴莲树长势喜人 未来几年榴莲丰收量产后,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记者从海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了解到 近几年来,海南榴莲产业发展较为迅猛 在宝庭、三亚、乐冬、灵水等几个南部市县 已由零星种植发展到3万余亩的小规模种植 海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有关专家表示 如果第一批榴莲种植出量产取得好效益后 榴莲种植将会迎来井喷石的增长热情高涨 种植面积3万余亩 此前,榴莲在宝庭种植挂过后 让不少企业种植户将目光聚焦海南榴莲产业 并投资进行商业化种植 据海南省农科院果树所统计 海南的榴莲种植面积已经有3万余亩 海南加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自2019年便在乐东种植了800余亩榴莲 今年以来榴莲树都有开花了 预计在2024年将有规模量产 公司负责人白杨向记者说道 海南榴莲量产后经济效益较为可观 与东南亚进口的榴莲在抢占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上 没有外贸风险和远程运输成本 这将极大提升国品的成熟和生鲜度 国品的品质也将得到提升 国内榴莲的消费市场巨大 依托消费者对榴莲的喜爱 我们或将以榴莲带动农业三产融合 打造观光旅游等项目 极大开发榴莲产业的附加值白杨说道 宝亭化胜红毛丹种植基地里挂过的榴莲 海南宝亭化胜红毛丹种植基地 已经连续三年收获榴莲果 种植户于先生对榴莲产业的前景 实乐观太多 现在我的基地里挂果的榴莲仅有40克 丰产的数多的能收获30多个果子呢 于先生说 按其基地榴莲挂果的情况估算 规模量产后 母产预计能有3000至5000斤 母产经济效益较为可观 海南省农科院果树所所长冯学杰说 海南自1958年从马来西亚引进种植榴莲 但仅接过一个果 20世纪70到80年代广东 海南均有营种 但少有开花结果的报告 由于较早对榴莲进行营种的科研机构 曾提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的观点 因此几十年来 海南科研及产业界都不曾涉足榴莲 在宝廷成功挂果后 急于海南发展榴莲产业信心 现在种植户的热情也较为高涨 如果第一批榴莲种植出量产 取得好笑以后 榴莲种植还将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冯学杰说道 专家说 榴莲可作为特色产业适当发展 尽管现如今海南榴莲还未能有量产 但经过几年的试验研究 海南榴莲在种植技术等方面 已有一些突破 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 以及具备避风条件的区域 可以发展种植榴莲 现在可确定中南部山区较小的区域 可以发展种植 在海南发展榴莲种植 也要重视适宜区域的选择 及其相配套的技术 如喷滴罐 果草共生 与檳榔香蕉套种等 营造适于榴莲生长的生态环境 冯学杰说道 近年来 省农科院开展栽培管理 控烧催花等试验获得初步成功 目前海南各地种植的榴莲 基本上是从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等地引进 品种适应性 风产性 果实品质特征等有待试验 省农科院果树所有关专家建议 对引进的种苗进行适种观察 并筛选出是以海南种植的优质品种 并着手建设高标准母本源 育苗基地及其他配套设施 制定榴莲种苗标准 建立榴莲种苗健康繁育体系 规范种植生产 为海南榴莲种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在海南能种植榴莲的区域并不多 如何利用这些区域优势 将榴莲特色产业做精作细 是我们正在摸索的乐东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谈到 目前在榴莲产业的发展上 引导企业种植猫山王 金枕等优良品种 确保海南榴莲的国品品质 同时随着海南对外开放的程度 越来越高 榴莲也可尝试作为特色产业 促进农业三产融合 很多人在问中国人 是否可以实现榴莲自由这个梦想吗 榴莲作为一种在中国市场上 备受青睐的水果 其自由化将会有利于 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要实现榴莲的自由化 还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榴莲的产地规划 品质标准和进口要求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